距离安东尼被老鹰裁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已经顺利通过老鹰的体检和裁后成清漆了,安东尼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身,很多火箭球迷都在翘首一派的期待安东尼的到来,但是因为安东尼在被老鹰裁掉之后就立马奔赴非洲做公益活动, 所以把签约的事情给耽搁了,或许是因为没有在第一时间签约火箭,所以自由市场上关于安东尼的消息也是满天流传,针对这样的情况,安东尼今天就通过经纪人口头通知火箭,他将会和火箭正式签约。 随后莫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写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毛笔字,可以看出莫雷对于安东尼的签约还是感到非常的高兴,老江内内和安东尼之前在决金期间合作了八年,他对于安东尼的到来也一余言表, 安东尼随后在第一时间接受了休斯顿那第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电话那头安东尼显得非常兴奋,他告诉记者,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被火箭打成了, 安东尼透露他会在结束非洲执行后赶到休斯顿和火箭签约,安东尼更是打势道说,我之所以要尽快签约,是因为他已经受不了斯里斯和哈登了,他们两个轮流不停的给我打电话,已经让我感到厌烦了,所以我要尽快签约摆脱他们的纠缠了。 你知道我在非洲参加活动很累,所以我想亲近一下,也请你们转告克里斯和哈登,一下让他们别再烦我了。 安东尼说完这段话自己也被逗了,从安东尼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加盲火箭感到非常,来到火箭安东尼不仅可以和好朋友保罗一起合作,还能和上下季MVP哈登一起打球, 能和两个未来名人堂的顶级组织后类合作,毫无疑问,能最大程度发挥出安东尼的进攻实力,特别经过那上赛期的郁闷后安东尼需要重新证明自己仍然是联盟中优秀的得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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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